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批判他的声讨书更不怎么样 黄木兰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 现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 这样的现象是绝不能容许的 整个文风 扣帽子不好 另外相关代出我才知道 原来商丘市这叫余城县 五十几种产品都叫木兰牌 这个一个大产业 这个讲起来 还自称是中华精神代表 所以这几个在我看来都不是怎么特别 马先生呢 我是认为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缺失的 今天很多东西是需要需要证明的 比如说我们一直前些日子在探讨英雄主义的缺失 大胜归来是英雄归来 超英雄归来 对 那我们的我们仔细想啊 我们的这些就是历史上有定论的人 正面形象有定论的 花木兰算其中一个 替父从军 尤其是女从男 这在过去在我们的古代社会 这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现象 他经过长时间的演绎啊 至少是1500年以来的这个演绎 他深入人心 这个正面形象美国人拍过 花木兰美国人拍过吧 美国人是正面的 对 那么美国人拍的反而是正面的 今天我看到 当然我也看到有一种 有一种言论 就说假的人不必道歉 为什么不必道歉 说美国人恶搞 美国人可以恶搞这个奥巴马 恶搞奥巴马应该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奥巴马是个政客 他是个过路的人 政客都是过路的 就在美国历史上 你能搞恶搞奥巴马 你恶搞林肯什么 就是被美国人特别尊重的总统 你就要有风险了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啊 就是说我们的今天是在提倡 我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去参加一些节目 就是在探讨英雄主义 我们没有 我们小时候有英雄情结的 我小时候就认为 我一定要死在战场上 才是英雄 对 现在今天有定论的 这个这些英雄呢 咱们先不说别的 从我们民族情感上讲 应该自我珍重一点 所以像花木兰 我是跟徐老师 可能有点不大相同的看法 就是我认为呢 就是你恶搞花木兰 肯定是不对的 我是明确表明我的态度 就是不对的 你可以有一些比较幽默的一些 这些都不是不可以 但是如果恶搞 今天如果你能恶搞 我们的所有的民族 就是我们这些民族的文化的品牌形象 都可以恶搞 那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你看 要说这个屁股决定脑袋 你要是我这个 坐在主持人位置上的人呢 我你看我的这个看法啊 就在你们俩之间 就是说呀 这个我同意有篇文章的这个观点 他道歉不道歉啊 但是有一点 一个小品 前头有导演有编剧 后头有审片 有决定他在东方位置播出的人 贾玲 他就是个演员 对对对 就是说算是演员嘛 有好他也是他得好 对吧 但是这就不好呢 也就是他得着 对我就说道歉不道歉呢 其实也不应该都到贾玲 一个人头上 但是呢 这就算是搞什么工作呢 有一种工作 这就算搞逗乐工作的 我觉得搞逗乐工作的人呢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呀 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或者说你要说段位再升高一点 咱就说 这个能说的怎么样 能说的跟别人不一样 不能说的怎么样 让他变得能说 其实有时候 他一辈子都在琢磨这个事 你要说是逗乐啊 幽默 我就觉得每个逗乐的人 都面临一个问题 最好的幽默 最好是没有一个人觉得受到冒犯 甚至大家觉得温暖 觉得释然 还被你逗笑了 很难 这是不可能 这是高精尖 对吧 可能很难 但是呢 你要说问题变成另一个啊 很多时候你面临这么一个选择 你的笑话啊 把一万个人都笑了 要不要不说我说这种问题啊 说笑话的人呢 都是个人自担因果呀 就是说你把一万个人都笑了 哎 你收获了这一万个人的笑声和掌声 可是呢 要是在这个同时还有十个人 或者是五个人 不爽了 被你伤害了 那么你就收获他们的批评 但是你要有时候很多时候你啊 两头两个极端 你都落不着的情况 你要说啊 我的笑话不会有一个人不爽 那世界上也就没有喜剧 也不可能 两头都落不着 你就是在中间把握这个度 但是这个度就是我说的这个选择 把一万个人都都笑了 还是不要伤害这十个人 这个选择该怎么做 这个比例看你怎么伤害 你比如说啊 我们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公平的文明标准 首先不能拿残疾人开玩笑 这个是东行的吧 现在没 这是正确的吧 所以我们过去的喜剧啊 比如说相声 过去说相声最愿意拿残疾人开玩笑 比如过去有个说相声呢 就是说一个瘸子跟一个瞎一只眼 瘸一条腿的人谈恋爱 那瘸子只好骑着马去 瞎一只眼的人就露一只眼在门缝里看 他的这个喜剧因素是从这来的 但这种拿这个包括拿人的这种缺陷 一种是残疾 一种是缺陷 缺陷叫什么 叫口吃 比如说话结巴磕子 这个也不许开玩笑 今天这个这个是在全世界达成共识的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民族的文化形象 你比如日本人 韩国人 就我们周圈的国家 他都不拿自己的民族英雄开玩笑 他只要形成定论 他绝不拿他开玩笑 如果他拿着开玩笑 社会的就是大多数人都会反对的 所以他要保证自己的民族文化形象 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形象 本身就不是太多 所以实际上啊 就是说 那你要不要为了那十个受伤害的人 不会不不这么恶搞开玩笑 要取决于啊 这十个人的不满呢 能不能得到公理的支持 比如说 哪怕只有十个残疾人 他们不高兴 但是那肯定是不行 那一万个人也会同意的 对吗 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你说这个花木兰这个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 为什么我觉得挺有意思呢 你们两位的啊 我我都能理解 但是问题是你知道 就是很多时候 他有没有觉得受到冒犯 他受他有没有觉得你伤害了 他这个事情啊 你不同情他的人 可能永远是因为你不够了解他 你比方说花木兰 要照咱们一般人的说法 花木兰这个人 只是一个南北朝的时候 这个是民间诗歌里的这么一个传说 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我还看了一下 就是花木兰 他到底姓什么 他姓花吗 也有说姓魏的 也有说姓猪的 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姓慕的 也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呢 有的人说 说是北魏的时候 他替护从军抗击的是柔然民族的入侵 但是 先卑族 但是也有说是 他是随朝的 抗击的是突厥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在历史上啊 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 对吧 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而且就关于他的故里 就是你修老刚才说的 这个你知道 这个县 这个商丘余城县 他申请这个木兰传说呀 已经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就前几 非物质文化遗产批下来了吗 好像批下来了 他不是联合国的 而且这个县呢 就是木兰传说呀 你知道就有 就说 我看就前几年他们县长讲 讲的那才有意思呢 说 鸡鸡腹鸡鸡 木兰党虎之 这就是余城县 纺织行业的文化渊源 对 余城县大搞 纺织行业 全是从鸡鸡腹鸡鸡 木兰党虎之 这叫文学创造现实 就传说真的就成了 而且就说他们这个县呢 完全你一看他那个宣传词啊 就是每年组织全县干部群众 学习木兰精神 我们要把木兰精神 内化到百万木兰 不是木兰 叫余城群众的心里 而且就木兰饭店 木兰宾馆 木兰泉 木兰操 木兰什么 木兰度假村 县里有木兰雕像 处处有木兰标语 那么哎 你甭管 你可能觉得这好像有点可乐 但是实际上啊 他这几年就靠着木兰传说 饭碗呢 招商引资几百个亿啊 就是原来是国家级贫困线 人家打这个文化牌 已经使他成为一个民营企业 什么最有潜力线 哎 你这里边有重大的 不管说是感情的 利益的都融会在里边 我就觉得你 他不满是完全有理由的 你如果幸亏 你的小品编的还不那么好 它没那么大影响 万一真的像过去赵本山的小品 你编成一个人人传送 那么就会有木兰 但我认为这个 这种小品 你要是说在春晚上 绝对它通不过 这肯定通不过 那现在是这样啊 这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物质层面 就是说这些靠木兰吃饭的人 他们的立场并不是我赞赏的 也不是我喜欢的 他是有私利的 那我不管 我们说的是站在一个中立的文化的角度 我们保护文化形象 你看美国人他反而很注重 你看我老说美国并没有中宣布 但美国人他有一根弦就绷着 所以美国人一出场永远是救世主 他自个都觉得自个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呢就是可见的这些东西 如果这样去糟蹋下去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就很难 再建立一种文化信心 我是这种态度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自己已经成定论的 我们也不管这个人有没有 文学形象不强调人有没有 就即便说这人有 你文学描述 精神是真的 对 你也会把这个人描述的更好一些 那个人说不真实 说这人生前进一堆毛病 那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强调一个精神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我觉得小品呢 他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是因为喜剧的枯竭 我现在是要说这个问题 喜剧枯竭了 他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这个叫什么 欢乐喜剧人 是吧 这个栏目 这个栏目是很影响力很大的 我也看过几次 我以前没看过 他是一个游舞组人来PK 然后呢 每次都自个拿一个拿手的节目 确实有的节目很好 我看过 有些小品做的很好 确实有些节目 就潜力尽穷能看出来的 没有办法 就过去说相声 说你再不乐 我就下台 隔着你 就这个意思 还没有办法 因为喜剧 我觉得在这个表现手段中 很容易枯竭 就是作为表现 喜剧太难了 太难了 但是喜剧因素会处处利用 你比如说什么叫喜剧因素 咱们造势下山的招贴画就叫喜剧因素 你给我说说 一个是这个我们这个范美同志 范美同志的特出的造型 这个造型都是被生活中被揶揄的 就是过去这个头发长成那种过桥的 就出门要看风向 如果风这么吹就很别扭 那么他旁边是谁呢 是大美女 林志玲 然后他把这张这个片子 那个网上 那哪都是他们俩睡觉这张片子 这张片子呢 被配了字了 你看过那字了吗 什么字 立志片 立志片呢 就说这张片子 说你要不好好学习 指着女儿 你将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赔大款 你要好好学习 你将来就是这个样子 指范围 就是可以睡漂亮的女人 这叫立志片 这叫非常喜剧 就是你看 你看道士下山这样的一个片子 不停的穿插这种 让我看来很不舒服的喜剧因素 喜剧可以很高级 你看他这个就是欢乐喜剧人的 最近这一场的比赛中 我觉得观众投票还是很有眼力的 把那个像 他就是向大师致敬 无组人 最后得到的那个 就是好像是开心满花 是向卓贝林致敬 是演的整个从头到尾都是哑剧 没有台词 结果获得第一 投票分数最高 那么卓贝林的喜剧 也默片时代 我前些日子还在夜里深夜里 看到一大组 看不厌的 开标 那都是那什么时候的片子 那我还没出生的片子 那片子我居然高兴啊 高级 高级 这个你不能弄到低级 低级是可以让人家乐的 对吧 那小孩脱裤子当中撒尿 别人都乐 对吧 这个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们 这喜剧确实很难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都高级 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向高级努力的心 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有的人演这个喜剧 就拼了命的往下三路走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也有些人说了 说你要这么说 周星驰那大话西游 那算不算是这个恶搞民族 什么唐僧 宋悟空的形象呢 大话西游这类的片子 我从来都没看过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路的 无厘头呗 无厘头的东西 我是不怎么看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 可能是被训练坏了 就都得有厘头 就是没 无厘头我就不看 我没看过这类片子 无厘头呢 就是冲着一个 什么事情都有厘头的社会来 才显出有意义 大话西游在香港 是当搞笑的 直到了北京大学 才被赋予了 后现代文化的 结构的意义 没错 才变成了大学研究生 研究的课题 在香港人家 不叫大话西游的 周星驰本人 都感到很惊喜 月光宝和 没错 周星驰想 我怎么现在赋予了 这样的解构主义的作用了 就他没想到 你先告诉我 什么叫解构 对 但是你说 这个东西啊 我就觉得 就是搞喜剧的这个人呢 他特别难的一个地方 就是 烦开玩笑 我就觉得 你看 我现在 就是很多时候 画到嘴边 就噎回去 因为你年龄越来越大 你想到的事越来越多 就老看到哪十个人 不是 这话 他不高兴了 这话 他不高兴了 其实啊 就是说 你要逗乐的人 他就是想把别人逗乐的 那个欲望 是第一位的 那是他的彩头 可是我跟你说 那也是他的眉头 你看倒霉的 全在这嘴上 或中 口中 对吧 你就要 其实要照我觉得 就是说 你反正有人觉得受到伤害了 你这个事情 就没那么 我说句 大家都开心的话 我刚才讲的 没讲完呢 我说这个事情是有点不好的 但是引出的结果是很好的 引出的结果是什么很好 第一 贾林又出名了 他演戏不就是要引起大家注意吗 他可能不想出这个名 说不定 他这个一生啊 他这是他艺术最高峰了 这样是我关注啊 我觉得你就有点黑他 这么艺术最高峰 对 贾林就是荒蓝的传言 对对对 你要想想相声界就是男人的天下 就他一个女人在里面闯 这也是某种程度的木兰从军啊 你明白 我不是说他像木兰这么伟大 那么英雄 但是一个女人 在男人的世界里闯 他不出其招啊 站不住啊 这点困境你也要理解 第二 那个渝县那些工业啊 你觉得会不好 我觉得它更发达 知名度 对不对 更发达 我假如去桑丘啊 我也许就去那里看看了 木兰独家村啊 木兰独家村啊 怪不得我就跟你说 我这前两年 我去 根本不一定是坏事啊 前两年我去那个秦岭 陕西秦岭里头一个县 那个县领导就看 说你看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有个山 他说你觉不觉得这个山 特别不太像山 太规整了 是个三角形的 他说你看这山 我说是啊 他说我们现在觉得 这是大雨的坟 都往文化上考 社科院的专家来研究 说我们自古就有这传说 这好像大雨 各级地方干部啊 都是国学热啊 翔翔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贾林这个小品风波 还有个巨大的好处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 我们大家普及了 对花木兰的知识 说实在话 你在教科本里头 你什么什么北味啊 柔软啊 这些本来我们都搞不清楚 唐代还叫他叫孝烈将军 孝我们都明白了 替父从军 猎哪里来呢 古代猎女你知道 是要有人强奸 你及时跳河才叫猎的 才搞清楚 原来还有一些版本 说他打仗回来了 皇帝要纳他为主 纳他如后宫 然后呢 据说他以死拒之 到了隋唐演义里边 就不是了 真的自杀身亡 你看这个花木兰 这个符号啊 那个传播过程啊 我其实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容易讲 但是 这个 这个 马老师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啊 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 我觉得马老师提出来的问题 非常好 我对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 我 我又同意你的意见 可是我又对今天的 中国的发展阶段呢 感到很无语 就是 你看哈 我们在韩国 在日本 我都看到啊 其实包括中国古代啊 你这个社会啊 是不能离开成静两个字的 对 你可以私下里怎么开玩笑 但是你看这种 这种静啊 一个社会要是没有天 就是天高地大的一个 一个东西的话 你这个社会就就完全价值崩溃的 但是 可是呢 你从中国来说 就是好像过去一些年呢 树立这个假大空 虚伪了这么多年 对吧 好像也有时候人们有一种逆反的心理 觉得你弄点什么崇高 大家就可乐 就笑场 这也成了一种 我在百度上查民族英雄 第一个跳出来是黄继光 第二个是王二小 王二小是谁啊 放牛郎啊 放牛郎 放羊的 但后来正经的再去查 其实你看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岳飞 七继光 郑成功 文天祥 我最近看了个日本电影 四十七浪人 我看过 对不对 日本的他歌颂的这种东西啊 他也非常奇怪 他就歌颂死 而最后这些人将军叫他们死他 他只要死得像个武士 不是个浪人 他死得还很歌颂 他到今天的电影拍什么零的零的什么什么什么神风突击队 他都是歌颂 就日本人他他把他说我们文化里这种东西是他核心的东西 那我在想 不能触动 不能触动 就是说那种为了他不反皇帝哦 他是为了一种不公正的东西 但是他尊严的死掉 后父他来歌颂 那我们的民族英雄歌颂的是什么呢 我发现在几条 比方说屈原 我们最大的英雄 岳飞 林则徐 基本上 都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为民族做贡献了 第二个都是冤枉 都是被冤枉 然后都得冤枉而死 这才是英雄 你看这个三个大要素为国做贡献 受冤枉 死掉 对 他不死肯定很难成为英雄 在各国文化都是这样 因为死是一个人生最终的终点嘛 你终点看不到你怎么成为英雄 对不对 但是他那个四十七浪人 他就不突出他的被冤枉这一层 对对对 他不突出四十七浪人很有意思啊 他这个这个忠臣藏在就是四十七浪人 也叫四十七这个忠臣 对 他在日本历史上是多次被改编过电影的 日本的男演员已演过此片为荣 就日本演员要说我没演过四十七浪人 四十七忠臣忠臣的这个 你别说你是男演员 没演过民族英雄 所以他在日本没有人敢触动说恶搞这个 他肯定不敢 你国家民族文化就不接受这个事 中国也不会有人恶搞岳飞吧 我觉得如果恶搞岳飞 你要是照着这个恶搞花木兰这个这个趋势要放开 谁都敢恶搞 中国这个就不能开口子 开了口子谁都敢恶搞 为什么他们敢恶搞花木兰就不敢恶搞岳飞呢 就差一步 觉得岳飞好像还是味大点 如果对 如果花木兰你恶搞了以后 获得了中国表演艺术大奖 岳飞就是下一个 那肯定的 感情还是花木兰得罪得起 所以不能得罪得起 所以现在就不能开了 另外一个可以相类比的情况 就是在一次研讨会上 有人考证了历史材料 说原来关羽也好色 在一个打仗之前曾经提出一个要求 要得到某人的妻子 后来这个人妻子打下来以后 被曹操自己看中了 曹操拿去了 有人做出来这个研究以后 结果就是关公研究会的人就抗议了 所以误入了我们的形象 这个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从学术上讲 岳飞的这个历史真相 还可以永远无限的挖掘下去 但是如果将来学术 比如考古上 发掘出来岳飞一些新的信息 和我们深植在我们心中的岳飞形象 有了冲突 那你觉得这个怎么办 那就看那个信息有多重要 所以我一直说历史没有真相 试图找到历史真相是不可能的 不要说历史没有真相 我们自己经历的事 你都很难把真相复原 我们俩如果 咱俩如果经历一件事 如果咱俩冲突了 那子东来听 那我们俩说的是两套事 所以说 各说各的 肯定更重要的是 数千年不同的人的意见 全参与了 你更没有真相了 所以说这个木兰的这个事 为什么很典型呢 就是说 哪怕没有花木兰这个人 但是花木兰的这个符号 这个传说 这个精神 他就在民族文化里头 对吧 替父从军 你要说 真的去分析的话 我还觉得这个诗 还反映了那个时候战争年代 家里这个抽壮丁 都没有男丁了 就像杜甫的那个石豪利 家里的男的全被抓去打仗 反映了那个时候战争的一种悲剧 对战争的残酷 你肯定是人员减少嘛 那你就不要 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父 子替父 这个这个过去都是子替父嘛 父亲太老了 打不了仗了 那儿子就冲上去嘛 对不对 那这个没有儿子怎么办 女儿就冲上去嘛 女儿冲上去 跟男人一块混着去打仗 那是 之艰苦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他才赋予了文学的一种特殊性 文学必须要有特殊性的出现嘛 你没有出现 他怎么能够感人呢 然后构建这个概念里面 还有个很复杂的原因是 我们现在讲民族 民族有两个最基本定义 第一个我们有56个民族 第二个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 你看这两个民族的概念就不一样了 现在很多人说 花木兰帮的北魏 北魏就五胡乱华 从我们汉族的角度来讲 他根本是清阅者 我觉得那个有点抬杠 还有的人说岳飞 岳飞那个是我们各省之间的冲突 我觉得那个有点抬杠 但是实际上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像我们做节目的人 值得有一个铁线 那就是宗教信仰 不能共对 但是呢 比如说对于木兰来说 我也可以提出一个题目 文化信仰 你不要对于于成县的很多人来说 他可能就信仰花木兰 他这个对吧 他是一种文化信仰 那文化信仰能不能拿来开玩笑 文化信仰 我觉得适度的是可以的 善意的是可以的 适度的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们在想 比如花木兰替父从军的这个故事中 你可以产生各种笑话 为什么呢 他男女之间是有别的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 善意的做出喜剧小品 那就是高级的 所以你看好莱坞的那个花木兰 要不说好莱坞政策水平高 对 因为他的片子要卖到全世界各个文化里 所以他绝不会触犯 你这个民族 文化中复的 而且他最重要的改动 他把它变成了汉主 所以中国人看了好莱坞 觉得他是汉主的 他比我们还小心 对不对 我们反而不小心 拿着这东西不小心 美国人改话不来 他不定请多专家说这事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女性 全世界人民看着都高兴 这会儿光是女性来闹事呢 女的还没来闹事呢 女的还没来 感谢观看